梦到往生的亲人,立刻去做这件事,功德比吃斋念佛都大 一起来看 在梦中与逝去的亲人相见,这样的经历常常让人感到既温馨又神秘 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一切现象都是缘起性空,梦境亦是如此 梦见故人,可能是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缘分 这种缘分让他们在梦中向我们显现,或许是为了传达某些信息 或是提醒我们完成某些未了的事物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一种心灵的交流 而这种交流有时比任何言语都要强烈 在佛教的某次法会上,净空法师与信众们探讨了这一主题 他提到,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这些梦境,并以此为契机去行善积德 那么不仅能帮助逝去的亲人得到超度,也能为自己累积福报 这样的行为,比单纯地念佛或持斋,更能体现出我们对亲人的爱与怀念 一,净空老法师的答疑解惑 一,问,我在三年前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已经去世二十年的车间主任 从那时起,在念佛和早晚功课的时候 心中便常常出现他的影子 使心里非常烦恼 同时有恐惧感 请法师知道如何才能排除 答,你梦到这一位过世的人 总是他跟你有缘分 没有缘分,他不会来找你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 凡是梦到过去的家亲眷属朋友 你所认识的这些人都是他们有求于你 你应当要懂得帮助他 他求你什么? 求你超度他 这不是个坏事情,是个好事情 我们发心皈依,学了佛 经常发过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现在这个众生来找我们 度就是帮助协助他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有使命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帮助的方法 我们自己诚诚恳恳地诵经念佛 给他回向 或者是以七天为期 或者是以一个月,两个月 三个月为期 你能这样帮助他 他就离开了 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他 二 问 请问师父 我每晚梦见我的母亲是何原因? 请师父为我解答 我母亲已往生十年了 答 这个答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梦到家亲眷属 使他有苦难 请你帮助 你发心超度他 以后就不会梦到了 怎样超度他 自己前程诵经念佛 回向给他 你梦到你母亲 你发愿去读经 你自己去选择 度王弥陀经很适合 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很适合 你发愿给他念一百步 或者念一千步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步数多少 你自己去定 要在一定的时间念完 比如说 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天念一步 念一百步就是一百天 一百天当中 念一百步地藏经 专门为你母亲念的 这个功德就很大 弥陀经比较短 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 一天念一步 或者念两步 一百步差不多一个多月 只诚心去读诵回向 他是要来求你超度 这是超度最好的方法 三 问 我时常梦见过世父母亲 表示自己很热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答 这桩事情 地藏菩萨本愿经 里头有说明 你梦到过世的家亲眷属 这是他们有求于你 求你帮助 通常不是学佛的人 给他烧一些纸钱 他是来寻求帮助的 学佛的人应当知道 为他们诵经念佛 回向超度他 这样就好 四 问 经常有人梦到亲人 在往生后没有穿衣服 这代表和意义 答 这个现象不好 我们知道在六道里面 只有地狱道 没有衣服穿 其他道都穿着衣服 有梦到这样的梦 你的亲人 他在求你帮他超度 你应当念佛诵经 给他回向 这样就好 二 如何为去世的亲人 祈福超拔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 充满罪恶的世界 这正如《地藏经》所描述的 末法时期 每个生灵都背负着 业力和罪孽 物质主义和断灭论 在某些地区占据了 主导地位 导致人们的心灵 变得迷失和不安 许多人被困在 自己的小圈子里 既不愿意接受外界 也害怕失去保护伞 从而失去了 辨识真伪的能力 和追求真理的机会 然而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仍然有一颗美好的种子 静待合适的时机 发芽成长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不仅是佛教徒 表达孝心的经文 也是学习佛法的基础经典 它与现代人的 精神需求相契合 如何为失去的亲人祈福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地藏经》提供了多种方法 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祈福和超度 第一阶段 在临终之际 如何帮助即将离世的人 超越苦难 第二阶段 在亲人去世后的四十九天内 如何进行祈福和超度 第三阶段 在亲人去世四十九天后 如何继续为他们祈福和超度 关于临终时的祈福方法 《地藏经》中提到 临终时刻是一个关键时期 此时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分解状态 一些人可能还保持着清醒 而另一些人可能已经昏迷 在这个时刻 临终者面临着死亡的恐惧 需要他人的引导和支持 以避免堕入三恶道 此时的祈福和引导是最为有效的 《地藏经》中记载 那些造作恶业的众生 他们的罪业累积速度极快 在临终之际 为了避免堕入恶道 亲人应当为他们增加福德 以便他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去向 具体的做法 包括在临终者旁边 悬挂经番 点燃油灯 诵读《地藏经》 供养佛菩萨像 以及香 花 衣服 食物等 如果做不到这些 至少应在临终者旁边 念诵佛菩萨和辟之佛的名号 哪怕只有一声 只要临终者能亲耳听到 或其神识能感知到 通常情况下 这些造作恶业的众生 会因业力而堕入恶道 但亲人在临终时 为他们修造的功德 能够消除他们的罪业 这是一种无上的功德 能够帮助临终者超越业力的束缚 在临终之际 人们常常寻求心灵的慰藉与宁静 为此 不妨考虑进行大型的供养 这包括僵侍者所珍视的物品 如服饰 房屋或土地 用于佛教仪式 建造佛塔或捐赠给寺院 同时 应当向侍者说明 为僧侣准备的斋饭 在供养前 不宜自行享用 且需小心 避免食物落地 以保持其神圣意义 这样的行为 不仅有助于引领临终者向往净土 还能防止他们 被不良的灵魂或邪神 带往恶道 此外 这也是为侍者积累福德 确保他们不会陷入不幸的境地 总的来说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梦见已故亲人 都不应视为不祥之兆 只要我们常怀善念 积极行善 经常为逝去的亲人祈福 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 都将带来益处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一期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并考虑订阅或分享给朋友 您的支持是 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期待在下一期与您相见